堅如盆石, 宅備有升, 石破天驚 主持鄭雨石, 曹家超 歡迎回到9月8日的石破天驚 教授, 這個星期, 我們見到今天, 支聯會早上被捕 因為警方的國安處 其實在兩個星期之前, 交下國安法第43條的實施 因此, 要求因為有合理懷疑, 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他要求支聯會在原本的原定, 昨天交出資料 去協助調查 但是, 見到昨天, 其實前天, 周恆彤他們 和支聯會他們, 已經預告了 昨天就不會交了 但是, 他就會在警總裏面, 開會 開會呢, 就會交代, 為什麼不交 那麼, 周恆彤的說法, 就是說 如果你說按照國安法的細則來說 喂, 我不應該交的, 你說我是外國代理人 就說是的, 是吧 那麼, 那就不交了, 是吧 按照他自己認識的國安法條文 那麼, 昨天呢,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已經開了會了, 就在那裡說 就會很迅速地執法 那麼, 迅速執法呢 那麼, 我們見到今天早上呢 就是抓了周恆彤 還有另外那四個常委 三個常委 對, 三個常委 對, 最早是抓梁錦威 對, 最早是抓梁錦威 是的 但是, 徐漢光就似乎還未是四驅壓之列 是的, 暫時還未 那麼, 如果你說一旦 以這個國安法第43條的名義 拘捕 就是這四位常委的話呢 那麼, 因為, 國安法如果 即是, 他動用了國安法 要求提堂 而法庭呢 又因為, 他覺得 他自己是不會繼續 會繼續為國家安全的理由的話呢 那麼, 有權呢 就是不給保釋 就一直拘折到這個審訊為止的 那, 其實這些都真是很辣椒 是啊 你能看到, 首先他叫你交資料 是啊 那麼, 你不交 就先監禁半年 嗯 交了, 都未必可以 因為你交了, 他說你 誤導啊 或者是儀齊啊 資料 那麼, 可以判兩年 是啊 都未說你是不是外國代理人 即是, 只是交資料 不交就先半年 就說你呢 是不齊啊 誤導 還可以兩年 啊 那麼, 大家都知道 是, 一涉及國安法 就不能保釋 那麼, 這一下呢 啊, 那個白色恐怖的成份 真是很大了 是 現在就是, 警方可以說 你, 或者你的組織 涉嫌是, 他有理由相信啊 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啊 那麼, 你是外國代理人 那麼, 跟手叫你加資料 那麼, 即使你肯交的 他都可以說你不齊啊 是 或者是誤導啊 那麼, 其實現在兩個經構 都是, 兩個組織都是處於這樣的景地 一個就是華為民主書院啦 那麼, 似乎初步昨天就交了 那麼, 另外呢 就是, 啊 中國維權律師關絕組 那麼, 本來就是何俊仁啊 那麼, 劉慧卿, 關上異地 那麼, 似乎他們就說呢 是繼續呢 去想一下 劉慧卿呢 就對報界呢 就說, 要考慮怎樣應付 起碼呢 他就說 要求延期 兩個禮拜 叫21號尖交 啊 所以呢 啊 這個辣椒呢 你就會見得到 啊 是 那麼, 那個技術性問題啊 教授, 我想問一下你 因為呢 如果現在就是 如果是過堂 即是法庭也都是不批准保釋的話呢 那麼, 首先 其實呢 你應該也要上庭審的 是吧 即是你法官 是吧 你要審過你究竟是不是不配合 是吧 按照你的國安法 現在四十三條條文來講 如果你不配合 你不給的話呢 那麼, 就會罰十萬元 那麼, 立刻監禁半年 是吧 那麼, 其實 我不知道他會搞多久 那麼,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極速審的話呢 其實你現在 你按照你現在表面上的證據呢 是吧 即是人證物證這些事情 其實很快都可以做個判斷的了 那麼, 周幸彤他們 支聯會他們 連記者會都開了 是吧 其實都說得明 他是不會交資料的 那麼, 好了 如果你說 即是, 你極速審的話 我覺得審完之後 我當你真的有罪 那麼, 不交就半年 那麼, 半年之後 是不是又可以 要求你再交一次 然後你不交 是不是又半年 然後不斷永續呢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問題呢 老實說 你如果坐在監 坐在監 那半年 就很難交資料 對, 你怎麼交資料呢 大哥 銀行 銀行的帳目 會議紀錄 有關的開支單據 工作計劃 聯繫人 那你坐在裡面 怎樣去提交報告 怎樣交資料呢 真是不知道怎麼做 是啊, 那你現在這樣說 你, 是吧 即是你拘捕當事人 你是希望想他交資料 那你如果真的收監的時候 那他怎麼交資料呢 整件事就是, 說真的 現在, 你是 如果真的 警方說合理的理由 就說你是外國代理人的 那現在都不是說 就算你是外國代理人來講 你都不是說 支聯會收外國的捐款 其實是 你現在主要就是 因為支聯會 和維權律師關注組 還有華文著書院 如果他們本身其他組織 有收捐款 或者有收資助 然後呢 你支聯會和他們的關係密切 這樣又會上身 因為其實主要就是 尤其有一些成員 就比較尷尬 譬如你說 這個三個組織 都有身份的何俊仁 這樣 那如果他自己本身 三個組織都有身份 在這裏的話呢 那就是可能 會惹來 這個 警方的質疑 是吧 就是這樣 但是就 正正就是因為 如果你不交資料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違反了 我們一般所認定的 就是這個普通法原則 你有沒有加密權 是吧 如果你要去主動配合調查的話 那你沒有加密權 那其實你自己的法律保障 在哪裏呢 是吧 就是這個問題 是不是 不配合 是不是 資料 是不是整齊 其實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 最霸道的條文 就是說你資料 齊不齊整 還有是不是誤導呢 是警方可以自己一面之詞 就定奪的 那說真的 如果警方已經可以 就你的資料 說你整不整齊 還有有沒有誤導的話 那其實就不用審了 是不是 還用什麼審呢 是不是 他已經可以這樣做事實判斷 就是 簡直是當法庭沒有到 但是那條文就是這樣寫 是不是 而條文為什麼這樣寫 因為沒有資訊 是不是 因為其實整個都是黑商作業的產物 國安法 那所以呢 現在你實施起來 你就看到這些就是 叫做荒謬的異象橫生 是不是 那這些荒謬的異象橫生 對於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來說 其實是一個悲劇來的 我覺得是 是不是 那你見到 就是 就是我記得 前一兩個星期 嗯 嗯 香港電話英文台呢 之後的一個節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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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公民社會 都受到很大的威脅 那麼 建設自由你看得見 那麼 教協啊 民陣啊 啊 那麼 相繼呢 就是 自己呢 要接埋了 那麼 那支聯會呢 那支聯會呢 就拒絕接賣 那麼 人家要你交資料啦 你不交資料 現在 差不多主要負責人都已經錯了 都已經全能拘押了 就是 何俊仁啊 李卓人這些 那些比較早期的領袖人物 就已經是 因為其他的事 是 是被驅壓啦 或者坐牢啦 那 現在 剩下的 未辭職的常委 都含難呢 就 要交資料 那起碼呢 就 而剩下的副主席 和三個常委呢 今早呢 就被拘捕 那你的 那你的 結社自由 就真是 啊 很受限制的喔 那言論自由 我們很容易 很簡單講 你都見到 就是 前高官啊 黃登平啊 是 以至呢 是 本地的學者 蔡子強啊 或者外地的 記者 在香港生活了很久的 Steven Bynes啊 那樣 都先後表示了 收聲了 沒有辦法做了 那好像 啊 啊 對不起 黃登平 是說黃登平 黃永庭 那黃永庭就說 喂 就是 蔡子強就說 這樣論政法呢 就是 要是就太危險 要是呢 也都沒有什麼意義了 那兩者 兩個條件底下呢 那根本沒有辦法 再做論政啦 唯有收聽 收筆 那就是 你就是說 喂 沒有了 言論自由 沒有了結社自由 那我們又不知道呢 在這樣的環境下 怎麼維護法治呢 那實際上 我們見到 《國安法》呢 已經對法治 有相當的威脅的 是啊 於是 於是 法治沒有基礎 基礎 受到削弱之際 於是 你又見到 這個 公民社會 更沒有保障 是啊 現在香港目前 沒有保障 你今天是對付 這個支聯會 但問題就是說 你明天會不會 對付 其他的一些 即是 金融機構 或者一些 外資公司呢 其實是 這次的支聯會 很簡單 你覺得支聯會 是一個政治組織 然後你就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 喂 你出得來 出得來 是預了要還 或者是 叫做 牛不喝水 不敢得 牛頭低 你從政 你做這些事情 你就預了 問題就在這裏 你現在 你對付這個支聯會 是用一條 什麼惡法 其實這條 惡法是 老屈的惡法 我覺得是 很簡單 他覺得你是外國代理人 你交不交資料 好了我交了 我不交 我現在馬上坐牢 我交了 交完之後 警察跟你說 喂 不整齊 誤導 大哥我交了給你的 你自己不滿意就說我誤導 我要知道的東西 我給你了 你說我不整齊 我可以怎樣 我作為一個組織的負責人 有些資料 其實我自己也未必有 其實那些文匯大公 都跟蹤得很足 譬如你說支聯會 有些人已經走了 是不是 他們力所能及 可能他自己提供的東西 可能都是有限 但問題就是說 你算過度過 我自己去代入周幸彤 有些東西你要我交 因為有些人不在 我交不到給你 是不是 那我橫鎖怎麼鎖 大家也知道 是啊 他是問支聯會 或者這些有關的組織 從創立到現在的一系列的資料 老實說 有一些組織是連連選人 或者過幾年也換了一批 執委會 那真的 未必是誰能夠 很全面地掌握資料 我想 最掌握資料的 可能是花了很多功夫的 大公文匯報 當然 他們機器大 人手多 長期去搜索資料 可能最齊全就是他 他自己知道的 坦白說 這個8月17日的報道 他自己也說 有些人已經不在香港了 梁國華 凡志偉 凡愛玲 這些全部 他說著草 是不是 當事人都不在 那好了 現在誰在 就問誰 是不是這樣 好了 其實 這宗新聞 是在警方 向支聯會 發出一個要求令之前的事 OK 你有人走 走的話 我現在叫你交資料 一叫你交資料的時候 其實就給了一個 進退兩難的一個陷阱 給你踩 其實就是 你交的 就說你不踩 因為那些人不在 而事實上 我覺得 支聯會都力有所限 是不是 你說那些人 是話事人來的 你說馮愛玲作草 他是話事人來的 那麼 話事人作草 留在那裡的人 怎麼會知道 知道有多少 有兩個 有兩個 坐在監 是啊 何俊仁和李卓仁 就是 服務支聯會最長的 負責人 他們兩個在裡面 坐在監 怎麼去幫你找資料 是啊 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 為什麼說惡法就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你對一個當事人 你對一個人 和一個公司 那個刑責 是不是 有沒有清楚界定 有沒有一個合理的 一個 叫做 刑責在這裡 如果這樣說 你說是刑責的話 合不合理呢 是不是 不合理的 好了 明天 他對著一些外資公司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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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那些 那些 對沖基金 譬如 現在你說的索羅斯 索羅斯 是一個恐怖主義的 金融恐怖主義 金融恐怖主義 就是什麼 如果是沽空 你說完 沽空 這些 其實 沽空 這些藍醜股 是不是可能對 香港經濟造成衝擊 那是不是危害國家安全 我知很有資格 是啊 因為他最近罵 是啊 習近平是 自由世界最危險的敵人 是啊 一年出了三篇文 他又說 習近平事下的 中國投資者 連临鵬渴 驚醒 是的 意思也叫你 在他影響下 Black Rock 那些投資基金 都起碼暫停運作 暫緩開啟動 那麼 合了資格 是啊 你覺得 你警方說自己有 合理的 理由相信 那你不如正式起訴他 那你就拿你手上的資料來 說 喂 我掌握這些資料 你犯了法 我起訴你 那你就答辯 那便容易做很多 是啊 就容易做很多 喂大哥 本身你自己作為執法機構 查案是你們自己的責任 國安警察 整個部門 一年八十幾億的開支 一年八十幾億的預算 然後叫人家老屈自己人 是吧 合不合理呢 是吧 你們這些傢伙是否實實實米 是吧 就是你鄧炳強 整個國安委 是不是 我現在都覺得 國安委是很廢 國安委是聽誰說呢 聽文匯大公點 是吧 聽盧文端那些 人家那些怎樣說呢 你是怎樣做 真的是這樣 林鄭 你問到她的時候 她說什麼 看證據 看客觀環境 是吧 鬼不知道媽媽是女人嗎 是吧 現在問你 現在問你 文匯大公 盧文端講的說話 是否客觀環境 那些是否證據 你看到盧文端是多離譜 盧文端是否國安委成員 盧文端說民主黨不去選 都可能違反了國家安全 林鄭你說什麼 是吧 你身為國安會主席 就是垃圾到雲 整個特區政府就是 那麼我們 剛才我們 現在這樣 其實也是侵犯了一個 基本法很重要的 就是任何人 不需要自己頂證自己 唉 即使你起訴我也好 我沒有理由自己頂證自己 那你現在呢 叫你做提交報告呢 也都是牽涉到這個 很原則性的問題 那所以為什麼周幸彤 你都這樣說 哇 那我提供了所有詳細的資料 你就拿著那些資料 著樣著樣來捉我 是吧 那即是逼你提供自己頂證自己的資料 那這個基本上呢 也都違反呢 基本法的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嗯 是 那這個這樣的基本原則呢 你對於香港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破壞 而這個破壞呢 講真的 對香港來說 國安法對香港的破壞呢 就無疑一定是一個 黑天鵝事件 那教授 你最近又很流行黑天鵝 是吧 在這個星期日的時間 那就是 就是早上 就是這個天鵝門裡面 就是升了這個國旗之後呢 突然間有隻黑天鵝 就飛抵這個天鵝門那裏 天鵝門廣場 那有很多網友呢 有很多人就說 他爭慶 這隻黑天鵝爭慶 是 是 就是因為其實 其實習主席 其實年初的時候 開政治局會議的時候 很貼複 又要防範黑天鵝 和灰犀牛 嘛 習主席不是第一次說的 這兩種動脈 其實在2018年的時候 他也是 2月的時候都提過的 當時就 趙來 所有這些地方官 一二把手 就是這樣說 那些諸侯 地方諸侯 就在那裏說 就要防範黑天鵝 和灰犀牛 那黑天鵝是什麼呢 其實 如果 主要就是 過往西方來說 如果是近代的 比較代表性的一個例子 就說 2008年的金融海嘯 那時候的雷曼兄弟 觸發一連串的 系統性風險 這個金融風暴危機 其實就是被形容為 這個黑天鵝事件 黑天鵝的意思就是說 他發生的概率很小 但是一旦發生的時候 那就是 觸發一連串的 很嚴重的事件 意思就是說 極為罕見 對 通常在如期之外 沒有什麼先例可循 但是一旦發生 就會產生極端的影響 那麼 灰犀牛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就極有可能發生的了 影響很巨大 但是呢 就被失視的一種威脅 是 事實上呢 已經有一系列的警告 和明顯的警據 之後出現了才發生的事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 金融危機呢 好像2008、2009的金融危機 有很多專家說 喂 是鬼黑天鵝嗎 這個不是義肥之愛的 這個是灰犀牛 就是你自己忽視而已 是 你爆發之前 那種瘋狂投資 那種一直跌上去的 增加上去 事實上很危險 所以你現在呢 對於國內的一些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 譬如說 恆大會不會 那麼大的地產工資 會不會呢 是真的 宣布破產啊 宣布破產呢 根據彭博說 就說可能呢 有成 超過150間的放貸銀行 會受影響 那 恆大和另一間 可能發生問題的華融呢 這個都是國家資本管理的公司 是 資本財管理公司 喂 這兩間公司欠落 5400億美金的債 是的 15萬一家 有很多專家說 這些不是黑天鵝來的 這些是灰犀牛 這些這樣的一兩間大地產商 有幾間大企業 很不行 一旦呢 支爆 一旦爆煲 影響銀行系統 這些已經說了很久了 不是新聞來的 就算說 應該早為防範的了 所以在這個黑天鵝和灰犀牛之間 也有很多爭議 是吧 雖然飛離了一隻黑天鵝 但是很多人就說 喂 不是黑天鵝來的 是灰犀牛來的 一旦都說了很久了 是 有時候會爆煲 應該這樣也很驚奇的 嗯 所以如果你說 以一些所謂 大家都猜不到 但是突然間會發生的事情 香港來講 國安法就是黑天鵝 在大陸來講 大陸的七至八月之間 中央整改這些科網股 和一系列不同的板塊 包括教培行業 這些整頓措施 其實就是大家都認為 其實中央政策 反而是黑天鵝 而灰犀牛的意思 就是剛才我們所講的 經濟學人也提過 這個 恆大也好 和資產管理公司 華融 他們加起來的債務 超過五千四百億美元 其實是很誇張的 五千四百億美元 那你這麼大的債務危機 你加起來 那當然是一個很巨大的灰犀牛 是不是 一講到恆大 其實剛剛我們今天 又有消息 恆大早上跌破 它自己的招股價 就是它招股價是三個半 但是早上就跌到 三個四毫六 之後呢 都回穩上去的 都有三個六 但是今天收股是多少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跌穿招股價 一個很嚴重的心理關口 而同時間我們又見到 兩大評級機構 一個惠如 和一個目的 都雙雙不約而同 調整了 或者調低了恆大的評級 那現在目的 就調這個 恆大 就是 又調為 C級 是啊 那惠如就調到 由這個CCC加 就跌到 CC 一跌就跌到兩級 其實是 那你都沒有說不嚴重 那 而事實上 恆大 就是為什麼它會這樣調低評級呢 那就是 惠如的說法 就是說 它覺得 這幾個月以來 恆大的評級 就是這樣被降 是反映出 這一間公司是急於籌資 而且 未必可以阻止到 這個 未必可以還到錢 而 目的 亦都這樣說 就是流動性和違約風險升高 事實上也是 因為 我們知道 恆大 其實為什麼 所謂大到不能道 和雷曼兄弟 是可以說奇古相當 甚至乎 他如果 爆布的話 他觸發的危機 是比雷曼兄弟 嚴重 起碼 如果你說 就這樣計 人民幣的負債 來說 目前來說 是5700億 相對於 他最高峰期的 8千億 其實已經減了 但問題就是 在於 即使減了債 其實 你5700億 的債務 都是非常嚴重 而且 還要看 你究竟 你長遠來說 是否可以 資可抵債 資可抵債 就是看你公司的 盈利前景有多少 而你自己本身 恆大來說 你主要的經營業務 就是內房 是不是 這個中央政策 我們剛才說的 黑天鵝 就是他一方面 他又要打擊這個 內房股 另一方面 他又要求 這些內房股 是不是 又要他們自己本身 又要 其實是 保住三條紅線 就不可以 給資產負債 就是那個比例 那麼高 又不可以給他負債率 超過100% 其實是 你一方面 要求他 健康地經營 另一方面 你又要 全國 住房不炒 如果你住房不炒的時候 你限制的流動性 那你內房股很難做到上去 那你怎麼搞 其實是 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大家都知道 一個更加深層志的因素 就是 絕對不是灰燒 黑堅鵝 就是因為 1994年分稅制之後 地方政府分得的稅 就越來越少 但是因為 又要推動種種的社會福利 社會服務計劃 負擔越來越重 以至很多地方政府 四成左右的收入 都是靠搞這些所謂地方融資平台 還有地產商一起合作搞地產 賣地 那就是你靠賣地來做收入 去抵消這40%的開支上的赤子 那於是有什麼辦法 不肯幫這些地產商 谷地產 那這個就是基本原因 那也都當然了 也都會幫這些地產商借錢 就是融資 讓它搞得好 那你現在呢 就是這個問題一直不解決 都變成了一直成為地產行業 就是索洛茲所說 那現在就是中國經濟最脆弱的一個環節 那你剛才說呢 就是曹總你剛才說要賣 賣資產還債 那是不是資不抵債呢 那這個就是 在地產行業來說 大家都知道呢 就很危險 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快要倒閉 快要倒閉呢 我等收拾便宜貨 例如你的房子是一千萬 你今天恆大賣一家房子一千萬 你曹總會不會拿著一千萬去買呢 你都等都等到它倒閉 賣票房貨時你才去買呢 那個個都是這樣想的 就是我有什麼理由 今天去照顏價去買恆大地產呢 我等都等它去買了 賣票房貨時才買 那時候便宜很多 在這樣的時候呢 你更加難賣樓 更加能不能用正常的情況 正常的價格去變賣資產 那你賣不到呢 那跟著呢 就是很多呢 借下的債 或者那些債券啊 那些商業票據呢 到期 到期呢 你又呢 還不到 還不到 那就就是違約了喔 違約 那你的評級更頑 更加借不到錢 所以這個連鎖反應呢 現在正在發生著呢 就是因為呢 它本來呢 都想賣資產的 但是呢 以至呢 在股票市場 很多這些消息遲出啊 那後來又說不醒 人家不肯買 因為人家都覺得 這個時候可以買 買 出低的價格來買 有什麼理由照價買啊 那 以至呢 最近呢 有時候那些票據呢 是到期呢 它是不是給錢 它是給房地產你呢 還 我沒有現金 沒有錢還 給你股票 買不出 我給你一些舊房地產 或者你合約 用舊房地產 你頂住 頂住這些票據 商業票據 現在呢 就應該去到這樣的情況 嗯 是啊 所以現在你說 喂 說真的 一些事例就是一業之秋 譬如你說 就是 它現在 其實它未來 下一年到期的債務呢 其實都很觸目驚心的 其實是 你看到 就是內地 內地的銀行 譬如廣發銀行 在上個月呢 就純粹是因為 就是 這個 恆大欠它那億幾 然後呢 就告上法庭 是不是 內銀告這個內房 告上法庭 尤其是恆大 喂 你那是億幾的 為什麼這麼快 就要追債啊 是不是 恆大其實 最後整件事呢 其實都解決了 但是問題就是 喂 你欠個億幾 而且 而且有很多事情 恆大都在說 都在信 喂大哥 我那些事情 我還未回籠的 而且都未到期 為什麼你這麼快 要逼著催債啊 這樣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快 逼著催債 就是它怕你還不到 不是說 只是知道 你欠我多少錢 我先收錢 是啊 在這樣的環境下 每個人都會先收錢 是啊 等於 台中介紹 有些句話說 就是 銀行就下雨收傘 是啊 那我快收一點 收回我的錢 是啊 我的銀行 收回我的錢 曹總理那錢 你的錢 你等吧 是啊 那麼嚴重的 其實是 而現在 你只是說 大陸的內房政策 差而已 這是一回事 內房政策 你是住房不炒 你不鼓勵內房的無罪擴張 但是同時間 你亦都要鼓勵私企 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 那條數更加難計 大哥 你賺不賺錢都好 現在你都要求 哇大哥 個個這些 民企 輪流牌 都要捐獻 大哥 那你有很多上市公司 那條數怎麼計 對吧 就是 你怎樣跟股東交代 純粹因為中央政策 就說要分錢 是不是 喂 那怎麼搞呢 其實是 就是 其實 剛才說 灰犀牛 你還有一隻灰犀牛 當然就是 一路都很多人提出的了 就是說 一個地下錢莊 一個是 地下銀行系統的問題 那麼很多中小企 包括 很多中小大型的地方上的地產公司 都在地下錢莊借錢 是 如果現在呢 大家覺得 喂 房地產不穩 大家不買樓住 那這些中小大型的地方 房地產公司 就還不到債 還不到債呢 那麼地方這些 地下銀行 這些地下銀行 這些地下銀行系統 呢 終於就爆煲 或者是 大家最怕的就是 有一間還不到啊 那於是呢 那於是呢 地下銀行系統 又發不來啊 那負責人就 捲款私途 反正都破產了 就不如撿回 剩下一些就走路啊 那這些情況呢 很容易呢 有連鎖的反應 那所以你說說呢 這個不是黑天羅啊 這個是夫西亞 一直都已經說了很久的了 這個地下銀行的危機呢 始終呢 都是存在的 那所以呢 現在你就是 中央出不出手就夠了 那如果你要穩定人心 很可能都真的 好像雷曼兄弟那樣 too big to say 太大了 不能夠不夠了 那接管了它 那現在是 可能呢 要出手的 就是一個辦法 那現在這個 黑天鵝 灰犀牛呢 就正在來 其實一齊來的了 其實黑天鵝是什麼呢 就是中央政策 灰犀牛 就是恆大這些 ok 那好了 現在這個 黑天鵝的 這個元兇呢 就跟你說 喂我現在搞兩大引擎 在這個 大灣區裡面 第一 澳門那方面呢 就和橫琴呢 就擴容 是吧 橫琴呢 說慷慨啊 是吧 百多平方公里出來呢 就益這個澳門 是吧 嘩大哥 澳門地方很小 澳門地方很小 是啊 你聽最近宣布呢 就好像很益澳門 是啊 你說 那他說 那 粵澳雙方呢 聯合組建 這個橫琴的深度合作區的管理委員會 是 那我們大家合作 這個管理委員會呢 就雙主任制 廣東省省省長 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 一起做主任 那你太忙了 國內規矩如果主任很忙 就找個常務副主任 常務副主任 即是特製打擊那個副主任 這個由澳門派 由澳門派常務副主任 廣東和澳門再大家商量 確定其他一系列副主任的人選 市外市政府都有參與的 那你聽來 就真的很益澳門 地又送給你 啊 又雙主任制 打擊那個常務副主任 又是你 但不要忘記 就是這個 橫琴的合作區管理委員會 就要向大灣區 建設領導小組 要接受它的領導 大家都知道了 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當然是廣東省委負責的 所以呢 你不怕就是在這裏 那你說了一大陣 其實都是廣東省領導 那其實呢 大家都不要忘記 你說這一大堆東西的時候 都沒有講過黨的習國職 那其實呢 你說什麼 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那都是廣東省委打職 廣東省委負責 那黨的角色始終在 那聽說呢 就是橫琴這個 深度合作區呢 還有網絡管控 也都可以用人民幣的 那這個模式 會不會適用於香港呢 那大家也都引起很多猜測 是啊 那現在澳門就是說 所謂社會政策 就是被橫琴方面管 就是廣東方面管 那但是呢 經濟政策呢 就被這個澳門管 就是這樣分拳 那但是兩者 是不是可以分得到呢 是吧 一有爭拗的時候 誰說是呢 是吧 究竟是澳門那制 或是 這個 就是廣東方面 說是呢 就是 一去到這樣的時候 兩制呢 就是本身 你分開地 就是河水不犯井水 那你才知道 那你兩制呢 就可以很明確地 可以分工 但是現在兩者 衝在一起 那你還有沒有兩制呢 是不是 以後沒有兩制 而且 你現在呢 你橫琴 你現在擴容這個新區 是去到百多公頃 八二公頃 不是 八二公里 平方公里 是相當於澳門的兩倍的 就是這個 這個 地面 面積來的 那好了 如果一個容量這麼大的時候 你澳門 你有沒有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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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當的官員的數量 去管你這個 就是 橫琴區 如果你沒有 自己沒有人 去管的時候 你沒有官員 去管的時候 你最後 那監獄 是不是下了 廣東那裏 那最後 輪不輪到你管 所謂雙村掌制 這些叫做 雙手掌制 我不知道 究竟 這麼大容量 這麼大的地方 你澳門管不管得來 如果你管不來的時候 其實 會不會是廣東管回來 而廣東管回來 是不是 到不你管呢 現在他講明 這個是 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領導小組領導 我不管你 雙手掌 有多少手掌 你的手掌 都要向領導小組負責任 所以呢 大家其實記得 新聞界都很注意這件事 就是最近 港澳辦 副主任 黃柳賢 在香港 宣港 這個 經濟社會的規劃 那 你留意到 就是 港澳辦的官員 和中聯辦的官員 稱呼香港的官員 就是同事 而大家就會問 這些京官 和駐港京官 和香港特區政府 同事到什麼程度呢 就只是雙方客客氣氣 以正式的官銜 互相稱呼的 那現在叫做同事 那所以呢 這個橫琴好 或者這個 前海好 這個深圳前海合作區 這個深圳前海合作區 是不是大家又是同事呢 那 那現在都有些同事喔 因為 林鄭都告訴你 這個前海的 合作區呢 面積又擴大七倍啊 就是由一變八啊 那 那前海呢 又會有工作專班 這個工作專班 香港的班長呢 就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曾國偉 那 就是又是 兩個班長制 就是一個班長 嗯 但是當然呢 這個又是 大灣區計劃啦 那當然又是 要聽 大灣區建設領做 主組的領導啦 是啊 就是你現在這樣說的話 因為 現在的中聯辦就是說 這個 就是 現在這個 新的前海方案 就是你香港 香港就是說這個 同樣道理啦 就是 澳門 就益澳門呢 就是百幾平方公里 這麼大的地方 就被 就是這個 橫琴和澳門共管 那現在呢 又益香港啊 益百二平方公里啊 百二平方公里呢 就是 就是 又是共管 這樣子 但是其實現在暫時 我們未知道 細節是如何 但是我們知道呢 所謂的 前海方案呢 就是 合作總面積 原來的八倍 是120.56平方公里 就是 那些什麼 現在就說 有八行措施嘛 推進現代服務業 創新發展啊 健全聯通港澳啊 連接軌國際的現代服務業啊 是吧 這些一系列的東西 金融服 金融物流 法律 國際合作 什麼打造一流營商環境 這些東西 完全以前是說過的 只不過就是 現在跟你說 地方大了這麼多 然後呢 就被一起管 這樣 但是現在 分工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現在是要說 人流物流 都要互通嘛 互聯互通嘛 那好了 中聯辦說及時雨 我現在就看看是不是及時雨了 因為呢 你現在你特區政府呢 就是說 你一廂情願 就說 你又搞回港議 而遲些呢 就說 來港議 那麼 大陸人就可以很方便來香港啊 那麼 香港人什麼時候可以回大陸呢 你及時雨 現在可不可以爭取得到這件事 還不行啊 大哥啊 是吧 就是因為你現在所說的防疫政策 其實今早早這個立法會 才討論過 是吧 沒錯 真的很棒啊 現在大陸的香港人 又可以我們恢復回港議 但是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回港議啊 是不是 你什麼時候才能通關啊 你這麼方便大陸人來香港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回去呢 是不是 前海在哪裡啊 前海在大陸的 你不能回去 怎麼搞這個 及時雨 的前海新區啊 大哥啊 老實說 就是跟 在大灣區打過交渡的 香港商人 香港共產界人士啦 都經常提到這句話的就是 大門已開 小門未開 就是啦 中央的政策呢 就說 那些門已經開了啦 歡迎你來 大家去那裡發展 年輕人去那裡創業 香港的樓桂去那裡住啦 但是當你真的去到 開間中小企 或者想找工作打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覺呢 在體制上呢 很多很多困難 很多困難 這些 就是呢 小門未開呢 都是來自親中人士的 都是來自呢 很嚮往大阪區 去大阪區 投資那些人的 那些人的申訴來的 絕對不是說 是想 批評中國那些人 那些人呢 出自他這些人之口的 嗯 其實不要說前海啊 教授 前海之前 有個河套啦 河套那裡 本身就是 就是 劃完邊界之後 就說被香港管 管完之後 你現在都還未開放的 是不是 你現在都是空地一塊來的 那裡沒搞 那就搞前海了 前海及時雨 但是這個及時雨 是下到什麼時候呢 及時雨 如果不是即時下雨的話 那什麼叫 什麼叫做及時雨呢 所以我真的很難明白 其實是 那好吧 那教授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回來再見 好 拜拜